副詞指句一點點點就點點點 我們因為有一個片語 它叫as soon as 你後面可以直接加句子叫 一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例句吧 No.1 As soon as she graduated, she got married 她一畢業,她就結婚了 沒有問題,as soon as我們記得是一個句子 No.2 As soon as they finished dinner, you went shopping 她一吃完晚餐,她就去購物了 那一樣的道理嘛 基本上這兩題都叫做as soon as 後面記得是一個句子 可是我們因為有一種考法就稱之為叫改寫 如果今天前後主詞相同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on或upon加上rng 來我幫你寫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你也可以怎麼寫呢 你也可以寫成on graduated, she got married 這也是一個標準答案 一畢業,她就結婚了 或者你也可以寫成 on finished dinner, you went shopping 吃完晚餐,她就去購物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得知 我們的考題方向是在問 如果今天她接的是句子 你就必須要寫as soon as 如果她今天接的是rng 你就必須要寫on或是寫upon 可是問題來了 有時候在一些考題當中 她還會怎麼考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她這種考題稱之為叫做 一點點點,就點點點 她有幾種寫法 就像我們說的嘛 我們今天知道有一個字英文叫 as soon as 她可以加句子 我來講一遍 as soon as可以加句子 可是你也可以寫成一個字英文叫 the instant 你也可以寫個答案英文叫做 the minute 你也可以寫個答案稱之為叫做 the moment 基本上這幾個寫法都可以稱之為 叫一點點點,就點點點 那最酷的地方是在於 the instant 你也可以改成一個字英文叫 instantly the minute 你也可以改成一個字英文叫 immediately ok 那一樣道理 the moment 你也可以改成一個字英文叫 directly ok 也就代表我上面寫的這裡 123456 這六個字都可以等於 as soon as 這是沒有問題的 我舉例說明嘛 舉例來講 我一見到你 我就暈倒了 我們可以怎麼講 as soon as I saw you I found it 你也可以怎麼寫 the instant I saw you the minute I saw you the moment I saw you instantly I saw you immediately I saw you directly I saw you low點 I found it 中文都會翻譯成 我一見到你 我就暈倒了 那繼續往下 有沒有別種比較高端的寫法 有 還有一種寫法 基本上我們也會考出來 來幫我把它給寫上去 你也可以寫一個字英文叫 I had hardly seen you when I found it 或者你也可以寫 I had scarcely seen you when I found it 又或者是你也可以寫 一個叫做一二三的寫法 這也可以翻譯成 一点點點就點點 這是一個固定的句型 它的寫法稱之為叫做 hada hardly 他配上when 或者是有一個寫法叫做 hada scarcely 他一樣也幫我配上 when 或者你也可以寫 hada no sooner 配上 then 這是固定的寫法喔 它中文都可以翻譯成我一點點點就點點點 OK